上集说到王凯哲联合管理部给我的工厂全部断电 我反手掐断王凯哲的水泥和砖头能源 导致他几个亿的机场扩建项目直接黄掉 你仓库里价值175万的水泥 我全包了 条件是一袋水泥都别再出售给王凯哲 让他没有水泥可用 我要让他承包的会是机场扩建工程 全部烂尾 杜丛超冷冷的眯了眯眼睛 看起来他刘大壮跟王凯哲是对上了呀 这就是预报相争 渔翁得利啊 想到这里 杜丛超立刻点头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王凯哲在我这里拿不走一袋水泥 我也不多说废话 杜丛超答应就好 在回服装厂的路上 西小雷也不免担心地问道 如果杜丛超反悔怎么办 他是不可能反悔的 他怕我再给他挖坑 让他损失更多 西小雷跟着问道 那王凯哲不从这里买水泥 也会去别的城市购买呀 我觉得这根本就影响不了他 我随即轻松地笑道 准确点说是非常的影响 现在会是周边的城市 水泥自己都不够用 根本不可能给他王凯哲 就算是能买到一部分 运输方面也很慢 会让他的工程进度完全地慢下来 甚至都无法进行 因为不仅有水泥 还有砖厂 我这边已经切断了 所有的能源供应 惠世的砖厂 从今天开始 一块砖都被想烧得出来 然而因为我不出售燃料能源 产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首先能源管理部的 所有依靠煤炭发电的机组 全部关机 这边出现了 大面积无电可用的场面 其次 依靠煤炭资源的工程 纷纷终止生产 其中就有惠世专场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 打到了赛奇生的办公室 甚至连管理部的总裁 都亲自打了电话 总裁 我现在是一点法子都没有 刘大壮是煤炭公司的老板 人家说的算 我求也没用 还是您看看怎么解决吧 总裁都非常的吃惊 不过就是个私营企业的小老板吗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震撼力 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 立刻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赛奇生也生气地说道 老总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是解除廖远勤的老五合同 其次 全面地恢复给 孟营服装厂的能源供应 否则没有别的法子 我就是不干这个总经理的职位 也解决不了 可是老总直接了当地拒绝道 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么做 完全是合乎规计 我要你在两个小时之内 立刻解决能源供应 否则你这个分公司的老总 真的别干了 赛奇生冷然地一笑道 不干就不干 你还是找别人来解决吧 电话挂断 赛奇生便冷笑一声 谁来干都没用 现在是我说的算 不是他一句话就能搞定的 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邵宏义者 听闻前后 邵宏义也很惊恶地看向球秘书 沉沉地问道 怎么搞的 他们这都是想干什么 球秘书弯腰轻声地说道 根据我的了解 这次是有人故意针对刘大壮 梦营服装厂的好能总的来说 也算是正常范畴 毕竟人家是搞企业 可是能源公司的人 故意地刁难刘大壮 此前 刘大壮就给能源公司 投资50万用来更新设备 可是他们翻脸就不认人 根本就怪不得刘大壮 邵宏义微微地皱起眉头 以他对我的了解 不是被逼急了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你之前说 刘大壮发现了一个露天煤矿 锄量有4000万吨 是的 而且已经进入开采阶段 刘大壮也入股 会是唯一煤炭公司80%的股份 成为绝对的控股方 不然他怎么能这么生气 那些人是吃了饭就骂厨子 过了河就拆桥啊 邵宏义考虑的不是这些 而是如何的才能让我满意 现在到处都是煤炭资源紧张 工业发展 商业发展 连老百姓都离不开 谁掌握了这个资源 谁就说的算 见邵宏义不说话 求臣远跟着低声说道 能源公司的老总 想请您出面 跟刘大壮说说 然而邵宏义却摇了摇头 非常沉着地说道 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则 我们不能用外力来干涉 他是怎么把刘大壮招惹到的 就让他怎么跟刘大壮道歉吧 其他的 我们就看市场的发展 明白了邵总 现在我就去安排 同时 会是饭店的包厢内 王凯哲很是满意地对廖远勤说道 这次你做的事真不错 我非常的满意 很快我就能把你安排 进能源公司的高层 廖远勤的眉宇间 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谢谢王总的栽培 他刘大壮 也不过就是个小老板而已 我轻而易举的 就能拿捏他 有你的支持 我连赛齐生 都不放在眼里 明天开始 我连他梦莹服装厂 白天的能源供应 都给他断了 我看他能咋的 王凯哲就好像赢了什么似的 开心地笑道 好 我就喜欢你这样有魄力的人 以后你跟着我王凯哲 保证你飞黄腾达 而且总公司那边你也不用管 我这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等赛齐生辞职 他的位置就是你的 俩人就好像两条臭味相投的狗 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可就在这时 秘数十万火急事地走进包厢 在王凯哲的耳边一阵低 什么 那个死裁缝是不是疯了 吓得廖远晴都是一阵的惊恶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王凯哲也没心情跟他解释 立刻起身走出包厢 回到公司后先给专厂打个电话 沈璐星又是为难又是着急地说道 王总啊 现在并不是你这一个客户需要砖头 我也没法子啊 煤炭公司不卖煤炭给我们 现在我们一块砖都烧不出来 现在我们正准备跟煤炭公司说话呢 您就先想想别的法子吧 说吧电话就挂了 王凯哲跟着又打给了杜从超 杜从超你说你这么做对吗 当初是谁帮你创建的公司 是谁给你的资金还有项目 现在你居然跟着刘大壮一起落井下石 王总 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每个人都是向前看的 你过去的确是帮过我 但是我的公司也差点回在你的手里 现在我的水泥都已经包给刘大壮 你要是想买的话 就去找刘大壮吧 这次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 我还忙不跟你说了 杜从超直接挂断了电话 多一句都不想跟王凯哲说 就在这时他秘书走进来说道 王总 现在机场的工程已经全面瘫痪 没有水泥 没有砖头 工程根本无法进行 您得想象法子才行 面目猙獰的王凯哲冷冷地说道 你联络一下别的城市的供货商 先从他们那里买建筑原料 王总 运输上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而且我们的需求量特别的大 我之前已经跟单市 威视的水泥厂跟砖厂都联络过了 他们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连他们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 现在会市的水泥 红砖资源都掌握在刘大壮的手里 王凯哲便恶狠狠地打断了 我就是不做这个工程 也不会去求刘大壮那个混蛋 他算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去求他吗 他不过就是个靠裁缝起价的 要犯花子而已 还想让我求他 想都别想 你给省里的水泥厂 还有砖厂打电话 建筑原料直接在他们那儿订购 实在不行就走轨道运输 可是那样的话 我们的原料成本就会超出预算 超出预算的部分 从公司其他的资金流走 现在就是拼财力的时候 我就不信他刘大壮能够坚持得住 然而这边我才回到服装厂 省能源总公司的总经理 亲自打来了电话 上集说到我垄断了煤炭资源 导致全市大面积停电 能源部廖远勤直接带人来我公司闹事 你们老板不就是刘大壮 龙家鹏吗 在我眼里 他们连个屁都不算 赶紧把你们的煤炭 全部卖给老子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副总直接瞪起双眼 愤怒地说道 你们还敢抢吗 今天我就站在这里 我看你们谁敢 廖远勤却不屑地咧了咧嘴 冷笑道 好 我看你们能阻止我不 给我打 话音落下 众人冲了 全部都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 我也来到了工厂 见到众人已经混打在一起 我的嘴角却弯起一抹灰心的小 我可不是自己来的 身后的记者比我真的都要跑 整个打斗的过程都被他们给拍了下来 我见记者都拍得差不多了 我跟着冲进人群大喊道 都给我住手 全都给我住手 煤炭公司的副总等人见老板都来了 这回也有了主星骨 纷纷退到我身后 但从他们的伤势来看 我也知道 在对方是一群肌肉男的情况下 还是吃了不少的亏 反而是占到便宜的廖远勤等人 就好像赢了什么似的 大言不惭地说道 优贺 老板亲自来了 正好 今天我们能源公司要拉煤 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们都得拉走 他越是嚣张 我的心里就越是高兴 这个廖远勤就是个二伙 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的嚣张 会给王凯哲以及月起瑞带来什么 凭什么 我不卖你们就动手抢 居然还打伤我的人 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们是吧 我立刻就给能源总公司打电话 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难道都是一群强盗吗 廖远勤冷笑一声 呲牙咧嘴地不屑道 你给谁打电话都没有用 我也可以实话地告诉你 我之所以敢来讲 就是能源公司老总的意思 你还打电话 你就是当面问人家 都没有用 这位今天是拉定了 我的眼角很是睿智地咪了咪 这个廖远勤是真的都狂得没边了 这样的话他都敢说 就在这时 安保队的人也都来了 当廖远勤回头一看 发现居然还有那么多 扛着录像机跟照相机的记者时 整个人是瞬间猛逼 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邵宏义那 随着电话那边的叙述 邵宏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气得嘴角都在颤抖 挂断电话后他朝求长远说道 太不像话了 简直是乱弹琴 跟流氓 土匪 强盗 有什么区别 安排一下 半个小时后去会试 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 邵宏义亲自来到了月启瑞的公司 当月启瑞看到邵宏义那阴沉的脸时 紧张地说道 邵宏 您怎么来了 邵宏义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沉沉地说道 我要是再不来 这会事都得毁在你的手里 月启瑞就是一愣 不知道邵宏义为何如此的愤怒 而接着邵宏义直接塞给他一份报纸 等月启瑞看过整天新闻之后 脑袋都嗡嗡地响 急忙苦着连解释道 邵宏义 我根本不知道会这样 这就不是我让他干的呀 邵宏义根本不想听这些 他只是冷冷地说道 现在我宣布 撤取你能源公司总裁的一切职务 并且永不录用 听到这话 月启瑞反而平静了 平静的就好像失去呼吸 失去心跳 而邵宏义也缓缓地说道 月启瑞 本来你应该能够干得很好 可惜你还是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 别的话我不想再跟你说了 你自己想想吧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你再来跟我谈 说吧 邵宏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满脸冷汗的月启瑞 在想着如何能够往回谢局面 因为原料都被封死 现在的工程进度完全无法进行 月启瑞恶狠狠地说道 王凯哲 你给我推荐的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是说他信得过 靠得住 有能力吗 王凯哲被问的是无言以对 但他现在考虑的 还是自己的利益 一旦掌握不住的话 可能他要损失更多 于是王凯哲沉沉地说道 月总 你先别急 你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廖远勤 这家伙就是在胡说 你我可没有让他去打人 去抢煤炭 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 而我更没有让他给刘大壮断功 这些都是他自己 跟刘大壮的恩怨 月启瑞瞬间就明白了 王凯哲的意思 都扔在廖远勤的身上 的确是个主意 但是就怕掌控不住廖远勤 你能让他听话吗 王凯哲冷笑道 钱能让他听话 月启瑞呵呵一声冷笑 随即挂断了电话 下午 在会市招待所 邵红一约见了我 邵红一开门见山地说道 月启瑞已经被撤去 能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而那个廖远勤也会被辞退 至于他打了你的人 必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很明显 邵红一话里有话 月启瑞跟廖远勤都说了 唯独没有说王凯哲 我也明白得很 机场的扩建工程 不能就这么黄了 所以他这是要我放他一马 所以我也很平静地说道 这样倒是很不错 不过月启瑞跟廖远勤 也都是被利用而已 至于谁利用他们 邵总肯定也知道 不过这篇 您也得翻过去看 毕竟会是机场的工程 还得进行下去 这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所以我能理解 只要以后继续地给我功能 我就全当这些只是误会而已 邵红一看我这么回应 很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跟着笑道 孟赢公司的实力与日俱增 实力大了 责任也就越大 现在全省都在看着孟赢公司 大家的心思 都想能够成为 像你一样的明星企业 所以该带还是得带一带 那是自然的 我已经全面地开放能源交易 会是这块 今天晚上就能全部恢复功能 大壮 跟你谈话 我感觉特别的轻松 在你的身上 我也有着厚望 你可要坚持住自己的底线 千万不能懈怠啊 邵总的教会 我一定铭记在心 未来我一定会让孟赢公司 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企业 回到服装厂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城市 我在想一个人 王凯哲 这家伙还是有些能力的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能让廖远青 把所有的过错都揽下 越是如此 就越是要搞定他 想到这里 我先给煤炭公司的副总 打了个电话 我们的煤炭 对谁都可以买 唯独两家企业 一个是汇市专厂 还有一个就是野炼厂 给多少钱都不卖给他们 副总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明白了董事长 没有你的命令 这两家企业 连个煤块都别想得到 随后 煤炭公司开放专入 基本每个企业 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煤炭 唯独专厂跟野炼厂 沈璐星在第二天一早 便亲自来到了煤炭公司 见到销售部经理 咋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专厂上下 就等着这点米下锅呢 高国华看了看那盒香烟 脸上也挂起了为难的神色 老沈啊 今时不同往日了 原来是独资企业 现在是股份制企业 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 不能给你们供应 我也是没法子 听到这话 沈璐星是满脸的恶然 只是这两天的时间 他们专厂就损失了好几万块钱 国华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能不能给透露点 高国华无奈地摇头道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 我哪能看得透 你还是回去吧 我是一点法子都没有 看到人家买得那么痛快 沈璐星的心里是又气又不是滋味 还是决定先回去 跟老总研究研究再说 沈璐星前脚踩走 野炼场的老板杜宇 就怒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 杜宇往沙发上一坐 二郎腿一翘 牙齿尖冒着冷冷的狠镜说道 让你们老板龙家棚来见我 高国华微微皱眉 我们龙总不在 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他的好声好气 换来的却是杜宇的蓝脸比试 你是什么东西 非让老子跟你说话吗 龙家棚不在 那你们的董事长在吧 让他来见我 对不起杜老板 我们董事长不在这里办公 你要见他 就去梦营服装厂了 你特么算什么东西 人家放个屁 你都能闻二里地 既然谁都不在 那我就跟你说吧 我带来了十辆重卡 把煤都给我装满 我的野炼厂要开工 不能耽误 至于钱的话 等我有了再给你 先不说买煤 这家伙居然连钱都不想给 对不起杜老板 这个我做不了 您还是去问问我们龙总 或者是董事长吧 谁知杜宇却狠狠地瞪了高国华一眼 恶狠狠地说道 行 你们给我等着 老子非让你们记住我是谁不可 说吧 杜宇变气冲冲地离开 直接来到了服装厂 会客室里 我冷冷地盯着杜宇 无形的压力 让他的脾气都被摁得死死 为说话之前 杜宇先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才发行的 六根珍藏版的金条 然而我也只是微微地扫了一眼 老实说 钱或者是黄金 根本让我提不起丝毫的性质 所以 我很是淡然地说道 杜老板太客气了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能收 那就是告诉他 别整没用的了 有啥话尽管说吧 杜宇见我根本不给自己面子 心里就有点不爽 所以他便呵呵一笑道 是刘老板嫌这礼物太轻了 我也知道 你刘老板的身家 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 你也根本就不差钱 可是我就有点不明白 谁都能买的东西 为啥我不能买 我却淡然一笑道 谁都不打龙家庞 那你为啥打龙家庞 一句话就业的杜宇是哑口无言 但是杜宇并不服气 沉默片刻之后便笑道 我教的是刘总这个人 现在煤炭公司是刘总您的产业 龙家庞为人目光短浅 没啥太大的能耐 你要是愿意教我这个朋友 咱们兄弟以后就在交情上见 只可惜 我并不想跟他杜宇有任何的交情 反而还冷然地说道 我的朋友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去交朋友 龙家庞现在还是煤炭公司的老板 有些话我自己是决定不了的 这个还得是你亲自去问他才可以 对不起 今天我还有个会议 失陪了 我可没心情跟他废话 之所以见他 就是想了解了解他的为人 现在看来 就是个社会的流氓 但是杜宇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更不可能去求龙家庞 无奈之下 他只能紧随我起身 双眼冷静地问道 刘总 你说句话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卖给我 对不起杜老板 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你得去问龙家庞 只要他同意 我是没有意见的 扔下句话 我便冷难一笑 离开了会客室 即便是龙家庞答应 我也不会答应 我想要的就是这个野炼厂 让他生产还能拿到吗 杜宇现在想说都说不出话来了 被人掐着命脉的滋味 就是如此的难受 但他不服 更是不爽 老子干不下去 别人也别想干下去 我才回到办公室 赵年顺便笑着推门而入 六老板 转窗这几钱 都要被人八打门被拆烂了 劝斗室赖卖卖转的 咱们买还是不买 卖砖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能保证 我们的建筑用砖吗 原来只是扩建厂房 现在可是连厂房 办公大厦 还有住宅楼同时建造 如果我们自己够用的话 那就可以卖 赵年顺是真的没有考虑过这样 他傻笑一声说道 现在倒是够用 但是后期建筑开始霸道的时候 可能久不幸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 可以可建转窗的神山规模 这个倒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点了点头 同意道 你去跟孙师傅研究研究 在现有的规模 再多盖一百个转窑 你再找些工人去砖厂 给我平整出一块场地 这个我有用处 赵年顺听吧 紧跟着说道 六宗 现在建筑部折块 已经有以前夺个工人了 但是我们现在最缺的 就是建筑机器 包括挖掘机等等 这些我们是不是要拆购一下 买卖做大了 场面就会大 耗费的资金也就大 这是正常的企业发展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你去看看 需要什么机器 然后写个申请交给秦总监就行 号道老板 现在我就去安排 花钱的地方可不止这个 秦孟赢随即把这个月的财务报告 也拿了过来 我的大老板 看看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吧 见秦孟赢这么高兴 我就知道这个月的财务 肯定是飘红了 算掉所有的支出 包括工人的工资 利税 以及成本等等 还甚可动用资金3342万 秦孟赢指着那串数字 高兴地说道 现在咱们有这些钱 我感觉我们都可以买下整个世界了 老公 你是最棒的 谁的称赞都没有秦孟赢的称赞 能够让我感到开心 感到振奋 我的重生 我的奋斗 都是为了能够让秦孟赢过上好日子 虽然现在有了这么多钱 但是距离目标还远远不够 以后我们还会赚更多的钱 十亿 百亿 千亿 万亿 更多的亿 到了那个时候 等婉宇长大 咱们把所有的事业都交给他 咱俩就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了 然而就在这时尚加秀走进来说道 刘总 布鲁克在会科室等您 刘先生 你们生产的毛巾以及创单 在我的国家非常的受欢迎 我们还想追加订单 可是我却呵呵一笑道 你先别说订单 我要的电脑呢 电脑稍后就会松到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下订单了 布鲁克先生 明天的最后一批商品出库之后 我们就要签订新的订单了 布鲁克倒是也特别的干脆 直接了当地问道 那么刘大壮先生 这次你想要什么 我需要一台金属断刻机 为此我愿意给你提供二百万的纺制品 布鲁克想都没有想 直接摇头拒绝 不行 这个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技术 而且我们只是个外贸公司 我们可以帮你卖到 所有能够卖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拿不到的技术 就是拿不到 也不会有人会提供给我们 即便是如此说 布鲁克的心里还是特别的吃惊 那可是他们的核心精密技术 怎么可能会为了二百万 就把价值连成的技术给我 我之所以需要这个技术 是因为该技术 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 都是断刻成型技术的天花板 尤其是在制作精密部件方面 非常的厉害 前世的我也有过这种断刻机 但是因为设计太复杂 我也不可能全都记得住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提前勾进一台 到时候交给哈里克 他就能复制出来 你不需要急着拒绝或者答应 更不需要害怕 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 你就是给我们 我们也无法复制 我只是最近想搞个野链厂 需要这种设备 来制作机器部件 如果你能够给提供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合作 这对你对我 都有好处不是吗 还有我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们以后就没有必要合作了 我之所以如此自信 是因为我知道 现在我的纺织品 在国外十分畅销 而布鲁克为了 这个庞大的市场利益 会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合作 想到这里 布鲁克看了看时间 跟着沉沉的说道 可以 我会跟我的老板说的 你先等我的消息吧 你要的电脑也送到了 而且我希望 我们的交易 能够继续的进行